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阿阳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暮色奇遇记 第33集 想看前面1到32集的小伙伴 可以先关注阿阳 点击主页往前翻一翻 就能找到咯 嘿 静静 既然我已经拿到地图了 不如你带我去周围逛逛吧 好让我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 之前看到什么都是一脸懵的 行吧 这刚好就是我最擅长的 虽然我没有能力打boss 但是解决你的问题 还是绰绰有余的 毕竟在这里做研究也那么久了 从地图上看 不仅那家有很多只 其他的boss也有很多只 是啊 而且这些boss之间相互都是有联系的 就像我那本书里写的一样 有些你像击杀其他的boss 才可以进行挑战的 诶 话说你的书 怎么会落到狗头人的手里啊 这个 说来我就气 那帮可恶的狗头人 趁我睡觉不注意偷偷拿走了 害我找了好多天呢 我本来还准备回到自己的世界以后 把研究成果发表出去呢 没准还能获个什么奖的 唉 哦 对了 你上次说你来这里是为了救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就说来话长了 我有一个叫阿元的朋友 在这里失踪了 我来这里啊就是为了找他 话说你见过他吗 应该没有 除了你以外 这个世界里我就没见过其他人了 好吧 我想也是这样 那就只能再找找了 唉 地图上雪地里的建筑是啥 那个啊 我直接带你去看看吧 哇 原来是一个这么大的山洞啊 有这么冷吗 我看你身上都结满瓶块了 废话 这都冷死我了 这个地方叫雪人洞 里面的boss你现在还打不过 你自己随便看看吧 太冷了 我先溜了 哎呦 里面好多雪怪啊 好你个狗头人 真是越来越嚣张了 大白天也敢袭击我了 别哄别哄 我来帮你 没事 我要是连他都打不过 我还怎么在这里混呢 又找回了一本书 这本书你应该看过吧 这个啊 原来书上说的地方就叫雪人洞啊 好吧 那我们就先出去吧 阿阳 你等等 两只寒冬狼 又是这个该死的家伙 来啊 以为我现在还是当时那个认你欺负的小萌新吗 看我阳世剑法 你小心 你别大意了 没事的 对付他们我还是有经验的 哦 可不累的呀 诶 金姐你没事吧 放心 除了boss打不过以外 只要这些怪物不以多欺少 还是可以保护自己的 哼 果然是冒险家呀 顺便把这颗南瓜带走 如果按照boss击杀顺序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里啊 这么着急打boss吗 对啊 我的朋友还等着我去救呢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被这些boss给绑架了 那就该去打明诺讨牛头人了 什么 牛头人 是的 不过在这之前 你要把我再击杀一次乌鸯 不然到时候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进去 行 这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往地图上 标识的乌鸯塔进发吧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 这边的乌鸯塔进发吧